这是法国的一家大型的建材连锁超市 在俄罗斯还有另外一家欧比 那个是德国的 那家很不清醒撤出俄罗斯市场 结果把这个很大的一块蛋糕分给了法国的这家公司 欧美制裁对俄罗斯已经实施了一个月了 现在看来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俄罗斯没怎么样 欧洲那边物资短缺增加暴涨 今天又看到了一个新闻 美国之前制裁俄罗斯的化肥 但是流三甲的产量俄罗斯是占世界第一的 结果他现在不得不取消对俄罗斯这项制裁 这很可笑的 这些壁纸基本上都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或者白俄产的 中国产的壁纸比较少 这灯基本上是中国产的 价格也都不是很贵 看一下这个灯泡 灯泡是中国产的 这些符合地板也都是俄罗斯产的 价格都不贵 以前像瓷砖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所以现在股流也贵 所以现在我刚看了一下 这些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本土产的 我刚看了包装上写的是列宁格勒州 一家工厂产的 这个是佛山产的 看了一下卫生间的这种柜子 这个是夏诺夫哥罗德产的 然后这边的这些是奔萨产的 奔萨州它主要产这个琢木 还有这个是曲柳 还有花木 段木 还有松木 这些全是俄罗斯本土产的 这些卫浴产品 现在也是俄罗斯本土产的 这上面写的是列宁格勒州的一家厂 厂子产的 这款华萨是中国产的 这个是俄罗斯基罗斯产的 这个是广东产的 大概看了一下这些花萨有德国产的 有中国产的 有法国牌子中国代工的 然后像这些淋浴间 也基本上俄罗斯产的也比较多了 这些东西刚看了一下很多是中国产的 这些产品大概看了一下还是中国产的 这个是台湾产的 这个架子就是赤利亚宾斯科产的 俄罗斯本土的 竹子做的一般不出意外都是中国产的 像这种塑料的就已经是俄罗斯莫斯科产的了 毕竟人家不确定期 毕竟人家不确定期 这种粘毛的我刚看了一下是圣米德堡的一家厂子产的 这种粘毛的我刚看了一下是圣米德堡的一家厂子产的 像这些西菜的这种池子莫斯科产的都已经改成了私产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防水涂料 莫斯科 这刷房顶的这个涂料 上面写的亚罗斯拉格尔州的 看了一下这些东西都是俄罗斯产的了 莫斯科 梅基奇 这些石木板 百分之百是有了私产的 这是范尔加格勒州的 像这些木板 782 这是合人民币几十块钱 这两天卢布生之生之特别的狠 卢布最低跌到了21 就是一人民币换21 现在今天已经差不多是1比13了 打仗之前 路布暴跌之前 是一人民币差不多换11到12 所以现在基本上路布已经快回到开战前的水平了 这些门 中国产 俄罗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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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一下质量 俄罗斯产的这个门 它的这个质量还不错 俄罗斯产的 这个也是还可以质量 看一下中国的 中国产的这个门 这质量简直是没法看了 这也是俄罗斯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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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这个声音 声音都是很厚重的 俄罗斯 俄罗斯 以前没有进到俄罗斯市场 进到俄罗斯市场的这些质量都不行 这些木头门基本上都是俄罗斯产的 这个折叠的这个门还是比较贵的 俄罗斯产的 和人民币下来 不到两万块钱 俄罗斯的这种窗户 它的保暖和隔音都是非常好的 三层的这种的 密封超级好 也是俄罗斯 这也是俄罗斯 这也是俄罗斯 它里面有这个 视频展示 俄罗斯这种窗户的空间面 两层的 三层的 俄罗斯这边是三层的局多 非常隔音非常暴暖 像这种金属架子 这是莫斯科产的 莫斯科州的一个厂子产的 俄罗斯这些金属资源 金属矿仓 它的储量在全球也是靠钱的 它不缺这些东西 这个水泥 是德国的一排座 然后本来是拖拉产的 这个南七片也是俄罗斯产的了 这个地方写的是奥伦堡州 俄罗斯制造 这是电短期 这个电短期也是俄罗斯产的了 一生一生一种 一浓四根 这个也是俄罗斯产的了 这里也是俄罗斯产的了 剩比达宝 这钉子是越南产 这个是中国上海产 这个是中国浙江嘉兴产 大家看一下 这些小五金目前中国产品占有率还是比较高 然后这种小钉子已经是俄罗斯产的 上圣米的宝 这个是中国产的 这些也是中国产的 这些是俄罗斯自己产的 这个是中国产品 谢谢观看